世家催熟后放入机器 瞬间降温冷冻 确保最佳爽味状态 台湾生鲜农产公司 斥资新台币25亿元 打造智慧冷链生鲜物流中心 新厂引进最线道的冷链物流设备 今后将对所有的客户 提升更上一层的服务 完成零下负80度加工产线的启用 开拓凤梨世家 及一系列的冷冻水果 外销业务 正式迈入国际市场 新厂导入IQF冷冻设备 空机运转40分钟 就难达到负80度C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 设备能够改变农产品的产销样态 确保品质 让农民价格维持好水准 而中共屡次禁止进口台湾农鱼产品 也加速了台湾冷链物流建制 中央投入了四年126亿 建构前台冷链系统 往来出去 去日本就是要15-15度 我们因为冷链 可以让台湾的每生菜 从这里运到中东杜败 三个礼拜都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洋葱冷链做好 农民的价格 不会是在受到控制 所有的产品 都是一样一样的做到位 那可能从产地到机货厂 一直要到整个的机货之后 经过冷链处理 再到消费端 这中间某个部分可能是断掉的 那现在政府投入这样子一个经费 整个冷链能够拎结起来 对 五层计划已经有在完成了 强化前台冷链中心 完整一条龙冷链物流 期盼提高台湾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新唐人亚特电视 王冠林 曾新敏 台湾 新北报导